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片尺寸的节目 今节又想回来和大家谈谈棍与这间公司 播任公司目前所面对的问题 今年1月初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常控出现机创仓门无辜炸开的事件 因而导致这间公司的股价急舍 市值蒸发大约280亿美元 当然啦,当时播音公司也急急出来 撲火还说答应 会排除有关播音公司旗下的飞机所存在的质量问题及安全隐患 更不幸的是 之后也有几家美国航空公司 发现他们自己买的或租的播音飞机 竟然存在一些螺丝问题 甚至乎连国务卿布林肯所乘坐的播音转机 一样发现安全问题 甚至连一些新建造的飞机 准备向客户交付的过程都发现 有不少问题存在 而更搞笑的就是 连这些新出口的飞机 竟然在机舱内发现不少垃圾 甚至乎走瓶 新机里有垃圾有走瓶 究竟是什么原因 不过 可想研知这家公司 现在他们的安全问题及职业操守 可谓跌到有史以来的新低点 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向播音公司提出侧信 虽然播音公司的CEO最近多次承认他们会正视这些问题 以及希望要公众给他们一些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但事实就是播音公司的信用已经跌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作为一架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之一 为什么现在的波音公司差成这样呢? 有人就说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了 时间可以追索至1997年 波音公司与麦导公司合併的时期 因而有人推测 当时在麦导公司的高层合併入波音之后 就用在麦导公司的老套路一味追逐利润 往往都是利益至上的 但是对于一些工程师反而就不多照顾 往往就派一些 项外人来管理这些工程师 而且波音公司更加是有段时间 是每年炒10%最差的员工 美其名就说要是 优化公司的员工质量 但问题就是这样的做法 就导致全公司上下的士气越来越差 最厉害的那次 就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场 维持了58天的大罢工 而后来 波音公司更加决定在南卡来罗纳州 建立了一间不容许有工会成立的廉价工厂 加上波音公司在很多生产方面 都很靠外包公司的 是多达上万家公司的 而这些外包公司 往往都是吃着波音公司的猪头骨 他们当这些分包商不停压榨 压榨到他根本是禁着泥肠的 很多这些承包商做波音公司的工作 都是没有钱赚 甚至乎有些更恶劣的情况 竟然有承包商是虚钱做的 只不过 波音公司就不断地把他们的业务 拆细又拆细 外包又外包 而最终更加丧失了 产品零部件的微调控制 以及监督的能力 而且在较早前 根据彭博的报道 波音737max的基盈 仍然由系统工程主管迪克森 他就这样说 那些做售仇经理 不停地帮公司 卖了四年货 也成功获得不少订单 但就要求 厂房要快速交货 在里面交货的时候 但就把成本的问题 扔给工程师的团队 以为工程师团队来想法 生产成本的问题 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 波音公司不停削减 生产时间和成本 而且每个工程人员 都要有一个KPI来做评估 更可怕的就是 如果达不到KPI的要求 就会遭到减薪 很不幸的 你明工程主管迪克森 在2018年也试过一次的减薪 美其名这个叫做钢本增效 但同时 波音的高层人员 反而在过去的10年以来 竟然 花费超过多达430亿美元回购股票 更向股东支付近220亿美元的利润 是连续12年出现超额回报给投资者的 股东happy 给人有感觉这间公司当然就是很有前途 但实际上反而不停压债外包公司 和公司内部的员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人 会很积极地替公司工作才行 去到2018年至2019年 出现过两次的严重凶难 导致波音公司出现大规模崩溃的情况 而波音的主力客机737 MAX的安全性 也陷入一个长期的危机 然后全球也进入疫情的时期 因而导致全球航空业 堪入贫临恶产的困境 所以导致波音公司也继续以钢本增效为名 开除多达16000多名经验丰富的老员工 去到2022年时 波音公司尝试过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会游说他们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国防订单和国防资金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替波音公司作一次救忙 但是欧洲的空中巴士 能够保证得到飞机的生产 从那时候就看到 波音和空中巴士两家公司的高下在哪 波音公司多年以来 利润至上的策略已经将自己公司搞到五楼七箱 虽然在过往来说 派息派得很厉害 但时至今时今日已经是连续五年未实现过盈利 再加上他们所生产的飞机 经常出现事故 而且这个情况越来越频繁 所以有不少的大客户都转移 向空中巴士买飞机 现在 波音公司 又迎来一次 更大的危机 这个就是和工会有关的 这个工会叫做国际机械市 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 它亦是波音中最大的工会 这个工会一直以来 都和波音公司作对 主要在2014年 波音公司决定取消养老金 反而锁定最低加薪和约束 劳工工会的激进分子 的言论 因而结赏良子 时至今时今日 工会现在又站出来要求波音公司 在三到四年之内 要达到加薪40% 和要求所有工会员工 都要能跟公司签一份新的合同 根据美国西亚图的波音机械师 主席霍尔登说 我们不排除会轻率罢工 因为我们很愿意这样做 看来这班工人就很有决心 就是要争取加薪为目标 如果不加薪的话 就一直罢工下去 而他亦说 我认为波音公司会和我们 达成某程度的协议 但就算是这样 我们都准备好罢工 情形就好像抵特律的汽车工人 荷里活的编剧和演员 甚至乎坎萨斯州的波音供应商的同行工程师 他们亦都因为罢工之后 获得更高的人工 和更好的劳资合同 回来 所以如果罢工开始 我们波音公司 将会把华盛顿州和俄勒江州两家工厂 陷入停顿 至于其他的装配线 就会尽量减产 他更加说 随着在3月8日的谈判开始时 相信对公司来说 是一定会构成非常大的压力 而后来波音也出了一份声明 就说 我们会继续专注我们的团队合作 提高营运质量 相信会找出一条 通往新的合同的途径 并且能够保持我们在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 同时解决我们员工的需求和关切 说就说得非常好听 但问题就是 你波音公司 其实有没有能力要加人工呢? 尤其是在面对着 这么不明朗的因素底下 首先第一 波音公司因为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导致公司的股值 股价都大跌 还有就是 实现了多年的钢本增效的方式 令到 波音公司自己能够掌握得到的资源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那么好的了 目前公司的确是处于一个劣势 现在工会就趁他病 拿他命 就是要他加薪 首先我就认为 一开始说要加薪 都是很难的了 通常都是要来来往往 谈多好几轮的谈判之后 才能拿到一个共识出来的 但是 公司的管理层 就一直考虑着 怎样可以 在公司里面 再进行分红 因为不少的管理层 手上 都有不少的公司的股票 有分红了 那就是把公司的钱 转到自己口袋的钱 至于基层实干的工程师 或者其他的技术人员 就真是说他死了 既然波音公司近这几年 都是犯了这些低级的错误 尤其是罗书松脱都可以出现的话 其实波音公司根本已经不再适合 担任一家正规的航空生产公司 因为飞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每次起飞都需要作出大量的检查才行 但既然波音公司目前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来养那么多的人的话 恐怕在将来可能会出现更大的情况 都未定的 还有更可笑的就是 莫迪在较早前也邀请过 希望波音可以去印度设厂 其实这个也是好主意来的 因为印度有大量的工人 是不是技术工人呢 这个就不敢说 但起码有人 还有就是 如果由莫迪亲自 去邀请得到波音公司 在印度设厂的话 相信建厂的条件 应该都不会太大的问题来的 但有一件事 真是令人猜不到的就是 本来波音公司 和欧洲的空中巴士 长期以来都可谓平起平坐 但就细猜不到发展到今时今日 波音公司已经是去到 五楼七箱的阶段了 长期都是吊着盐水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间公司又值不值得去救他呢 因为你没有前途 而我自己就很想 看看 究竟波音公司里面的工会 能不能够可以替工人 争取到多达40%的加薪 这麽大的幅度 正常的都加不到的 但如果不加的话 就会罢工 那你波音公司 怎样 就算要敷衍也好 都要继续跟工会谈的 工会就很难谈的 很多时候 一定会以操持激烈的说话 来争取人工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这间公司 本身过去的几年经营不善 导致几年都没有出现利润增长的情况 到底又能不能够可以成功的 给到额外的薪酬呢? 照牌面看就不行的 我就很想看看 共会可以罢工罢到多久了 好 关于波音公司的话题 今次就讲到这里为止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